时光飞逝,转眼间秋已过半,而这场那场备受关注的俄乌之战,俄罗斯和乌克兰双双迎来最难熬的时刻,虽然俄罗斯在苦苦支撑,但因为把能源和粮食掌握在自己手里,不用外出求人,如今乌克兰面临的比俄罗斯更加艰难的局面,而就在美国访问的泽连斯基,这一次正是感觉到了事态炎梁和强倒众人推, 和去年12月份泽连斯基到访美国享受英雄般待遇,并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截然不同的是,这一次泽连斯基准备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,却被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直接一口回绝了,原因是没有时间,更让泽连斯基失望的是,这一次拜登原来准备追加,圈住给乌克兰240亿美元的计划, 但在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之下,最终也打了水漂,泽连斯基仅仅从美国带回来3亿多美元的军事援助, 这其中没有泽连斯基想要的射程300公里的战术导弹,更没有乌克兰心心念念的F16战斗机, 说句难听点,这点军事援助都不够乌克兰在前线塞牙缝的,如今的美国简直就像打发要饭的一样, 其实泽连斯基也不能怪拜登小气,因为现在的美国即将面临着再次财政危机,政府马上又要面临关门的地步, 能从牙缝里挤出来这点东西,给乌克兰已经不错了,更何况如今拜登自己的日子也是焦头烂了, 如果乌克兰在前线持续不能取得胜利,有可能连累拜登2024年连任都成水中花尽中越了, 更让乌克兰遭受巨大打击的是,在这次联合大会上公然和波兰反目成仇, 拒绝向乌克兰援助武器,波兰总统杜达更是直接怒斥, 但是如今的乌克兰就像一个溺水者,想要把救他的人都拉下水,去年还生死与共的兄弟, 今年就正式分道扬镳,甚至反目成仇了,尤其是冬季即将到来, 欧洲国家为了自保,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必将大大减少, 如今波兰高举拒绝援助的大旗,势必会形成连锁效应,恐怕今后乌克兰在欧洲乞讨更难了, 要知道去年的此时,泽连斯基像个英雄一般,在西方国家议会巡回发表演讲, 到处是鲜花和掌声,也往往能带回大批武器援助,可以说到达他人生的最高光时刻, 而如今一切都不同了,这个曾经的会议宠儿,这个曾经的西方政治明星, 如今一转眼,战争还未结束,就已经被抛弃了, 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援助乌克兰热情大为降低, 第一个是因为被拖得精疲力尽的原因,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, 那就是在乌克兰战场上看不到半岛俄罗斯的希望, 尽管俄罗斯这场战争打敌艰难打敌狼狈, 地区影响力也大为减弱, 但是仍然把控了战场上的主动权, 痛下决心的俄罗斯也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冬季, 让整个世界见证俄罗斯的威力, 由于乌克兰对俄罗斯黑海舰队发起的斩首行动, 引发俄罗斯再一次对乌克兰发起异常挑战报复行动, 40多枚巡航导弹并且这一次, 俄罗斯黑海舰队前司令也公开放言, 该到了打击乌克兰总统府的时候了, 或许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发出的忠告, 那就是乌克兰绝无胜利的可能, 如果乌克兰再不抓紧时间停战, 有可能乌克兰就没有了, 不知道特朗普的这句良言忠告, 此时的泽连斯基能够听进去多少, 其实在泽连斯基访问加拿大的期间, 在多伦多演讲的时候遭遇到了黑暗时刻, 多伦多居民对泽连斯基喊出了滚蛋, 可见泽连斯基在西方社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受待见, 尤其是在很多国家的民间, 哪怕是波兰民众也不是一次抗议乌克兰粮食进口了, 加上近期泽连斯基对波兰的横加指责, 现在波兰人对泽连斯基可没多少好感, 那么为什么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开始有些松动? 首先现在西方民众对本国援助乌克兰的不满, 实际上并非全是因为对乌克兰的不满, 而是西方社会在目前的阶段本可以有资本, 有筹码和俄罗斯展开谈判,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并不想和俄罗斯谈, 因为西方世界要的是必须让乌克兰在战场上占据优势才可以谈, 问题上俄罗斯是一个输不起的核大国, 如果真把俄罗斯好到无路可退, 谁也不知道到时候俄罗斯到底会如何应对,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西方出面谈判然后冻结冲突, 既不承认俄罗斯的控制区, 也不继续进行军事对抗, 因为这种打下去遥遥无期, 当然对于乌克兰而言, 这样的结局的确难以接受, 毕竟乌克兰是丢了领土的, 第二,西方持续支持乌克兰, 让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遭遇了困难, 欧盟国家因为在能源和化肥原料以及粮食层面, 全面对俄罗斯制裁, 也加大了欧盟的社会成本, 继续打下去, 就是继续消耗, 在目前战场格局难以改变的状况下, 西方多给乌克兰一亿美元武器援助, 俄罗斯就可能要拿出五千万的武器装备来应对, 这里要注意, 西方援助给乌克兰武器的计价标准, 都是市场价, 而不是成本价, 对于西方以后, 要不要乌克兰偿还一些援助不得而知, 但是西方的援助喊的口号是很响亮的, 尤其是在价格上, 毕竟西方各国都在比, 不喊得高一些觉得没有面子, 第三, 有些西方人也并不认为乌克兰就是正确的, 毕竟在顿巴斯问题上, 乌克兰本可以采取稍微温和的立场, 不去刺激俄罗斯, 这样的话, 俄罗斯就很难有借口出兵, 然而因为拜登的怂恿, 美国当时急需转移国内矛盾, 重塑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, 一场俄乌冲突就这么草草地开场了, 俄罗斯因为低估了乌克兰的能力, 刚下场就全线出击, 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猛攻乌克兰, 没想到在西方调教了八年的乌军, 已经经飞西比, 俄罗斯的闪电战, 并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, 在整个俄乌冲突期间, 西方世界对一件事评价很少, 那就是俄罗斯打亚苏银这事, 显然就算是西方也不好公开支持亚苏银, 俄罗斯说过, 亚苏银这些年对东吾俄罗斯族人进行了残害, 而且把亚苏银定义为纳粹, 其实只要美国主动谈判, 打不下去的俄罗斯, 必然也会做出一些妥协, 至少俄罗斯可以解封对奥德萨的封锁, 甚至会做出更大妥协,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, 要让俄罗斯全面撤军几乎不可能, 俄罗斯打这场仗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, 如果最后竹篮打死一场空, 普京也无法向俄罗斯人交代, 可以估计, 俄罗斯在扎波罗热还有退的余地, 但是在赫尔松, 顿巴斯根本没有后路可退, 现在俄军在赫尔松已经退到了蒂涅伯和东岸, 俄罗斯显然是默认华河为戒了, 在顿巴斯, 这里有和乌军对抗多年的民兵, 不可能接受撤退, 说白了, 现在俄罗斯手里的筹码, 也就剩下解放奥德萨港口和尼古拉耶夫, 这个筹码显然不足以让乌克兰和西方承认俄空区, 所以对于俄罗斯而言, 现在必须要拿到更多的筹码, 才能让冲突结束的更加符合自己的意愿, 否则就算是双方喝谈, 也会是长期的谈判, 一边打着一边谈, 还是徒增伤亡, 那么西方到底能支持乌克兰到什么时候? 如果俄罗斯能够和整个西方扛造战争两周年, 那西方对于支持乌克兰也会呈现疲惫不堪的状态, 毕竟一旦一场和自己并没直接关系的战争持续多年, 谁也不想被波及这么久, 尤其是现在俄罗斯正在采用降级的手段和乌克兰号, 为什么说俄罗斯在降级? 因为俄罗斯已经放弃主动大规模进攻, 而是采取防守, 意味着现在俄罗斯并不想加大消耗, 如果西方愿意, 那就是西方自己的事情, 实际上普京已经把这个选择权给了西方, 西方不支持乌克兰, 或许意味着冲突将会更快降级, 但是西方现在也不知道在停止援助后, 俄罗斯会不会主动发动攻击, 问题是西方可以和俄罗斯谈, 只不过西方不想谈。 主动小生